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道菜取了个名叫烧公鸡 由于烧公鸡形似火锅 可以烫食其他很多种食物 但味道不比火锅纯和鲜香 因此就很快风靡崇敬 并且辐射到全国各地 瞧 这种热汉淋漓 品尝烧公鸡的火爆场面 就十足体现出崇敬人豪放的性格 汤调好的烧公鸡应该趁热的时候食用 等鸡吃得差不多了 在生火加温 烫食大家喜欢的其他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把鸡宰杀之后 取鸡屑、鸡肠、鸡肾、鸡椎等来备用 再把鸡改成两厘米建方的鸡块 干海椒切改成1.5厘米的结 把老姜切成颗粒 大蒜把它切成圈 把葱切成段 再把草果拍松 当锅中的油烧到六成热的时候 放入鸡块 姜片、蒜片、葱结 煸炒到鸡肉断生 现在可以加入豆瓣 泡辣椒 进行翻炒 再加入草果 和辣椒结 烹入料酒 再掺入鲜汤 放上花椒 加上食盐 煮沸 煮沸之后倒入高压锅当中 压到鸡七成熟的时候端离火口 放弃之后 再把鸡倒入烫锅里点 下味精 配上鸡血鸡杂和其他的荤菜随烫菜 另外再配上麻油味碟 就可以吃了 谢谢大家